好 终于可以空仓挂机了 大家好 我是邱阿瑟 今天来跟各位来讲一下 我刚买这个VFC的UMP.45的一些心得 那这些心得的话 他一定是在我们在YouTube上 比较少看到的 因为我自己要买之前 也做了很多些功课 所以想分享给各位我的一些观察 那刚一开始我说 终于可以空仓挂机了 什么意思 就说他其实这把UMP 它是承袭MP5 这很经典MP5的后续的一个枪种 那时候MP5最麻烦的就是 大家知道他就是 他每次弹甲打完之后 他一样的在这个 强机这边 你让他再拉一次 他弹甲打完之后 他还是关着的 还是关着 我说是MP5 所以这个UMP有改善了 还是关着 所以你弹甲 你下来之后 你要再上弹甲的时候 你要再做个动作 然后再上 MP5的话 那现在的话 这个UMP的话 他已经是直接 就是打完之后 打完之后 他这个枪机是直接在后面 好 那这个 虽然这样讲 当做我们的起头 其实很多人就认为说 哎 那这个 经典的MP5 他后来有推出 我先把这放好 他后来推出这个UMP 不就是因为MP5太贵了 所以在各国枪种的话 他们就想说 在 有没有比较更便宜一点 因为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的部队 只有一支MP5 那个人做到再怎么厉害 那也比不过两个人 两把 同样的预算 两把枪 不同角度 然后不同的习级的一个部署 等等的 所以一般人可能认为说 那UMP的他的 这个出生 就是为了解决MP5太贵的问题 那我个人在观察了一阵子之后 思考一阵子之后 我并不这样认为 所以我就把我的另外一支MP5 来做一些比较 我发现说 他在这个后续的几种 从这个 我们从握把好了 其实握把就差不多枪击附近 的长度 其实已经比MP5还要更缩短 那但是一般我们在看到 这整个枪生长度 常常会被 会感觉好像很 上下很长 那前后很长 这样 其实 我是觉得还好 那主要是握把的话 他做得比MP5更长 更长一些 那像后续的一些 冲锋枪系列 像MP9 它又做得更长 它虽然是小一根 它其实是更长的位置 所以整个这个UMP的话 它的一个设计上 我并不认为说 它只是为了一个廉价 做成一个廉价版的MP5 而我觉得它有一些不同改进 比如说像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空舱挂机的一个问题 这些改进 那另外的话 有些部分的话 在我购置这把VLC的玩具枪之前 其实我非常在意的是 整把枪非常的塑胶 非常塑胶 那非常塑胶不打紧 结果你把它 就在我们生存游戏店拿下来的时候 哇 好轻 好轻 那你就会认为说 那它就真的非常玩具了 又轻又塑胶 那其实实际上不染啊 我后来去把它去蹭的话 它其实这把枪加弹甲的话 至少也有1.8公斤 1.8公斤 还算重 那只是我们一直有个错觉 说这样拿起来 它的一个配重上 因为这边可能比较塑胶的部件 配重上你会觉得很轻啊 很轻 然后你去官网上查HK的话 它增枪的话也大概就是2.3公斤左右 所以它整把UMP它的设计上就是要轻量化 是一个所要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在国外的网友他们分析是说 因为它现在用这种合成的材质下 反而相对的对于MP5 这种钢压充滞的那种可能会生锈的一个问题 它反而得到改善 这样变比较耐气候的一个腐蚀啊等等的 以上就是稍微讲一下历史渊源 然后再来的话 所以在我在看这样这么塑胶 这么轻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考虑了非常的久 甚至我认为说 那像是电枪也可以啊 只要是冲锋枪类的 我都非常喜欢 像那个怪怪的 它有做MXC 然后再是ARP9 ARP45等等的 都是我当时列入考虑 也就是说它是等于是这把 BOC的UMP的一个竞争对手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相对的 因为枪声轻之下 那我们这是玩具枪嘛 它在后座力的作动上 反而得到一个 一个好处 因为它整个枪声轻之后 你的后座力打去非常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弹匣 它的弹匣上 其实我发现它其实在不同的版本 有改进 以前是两个孔 现在变成只有一个孔 好这个孔 然后整个弹匣这样这么大 然后我现在这里面 灌了20 差不多23克的 寡师 像是灌蛮多的 一般我们冲锋枪可能灌个10克 就差不多很多的 然后弹匣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拟针 所以各位可能有个观念就是 只要是想要拟针 你看不到那个BB弹排列后 它就有很大可能要灌进去 非常的难灌 像VFC的MP5 就是这样子很难灌 那这个 这个 UMP 当然也 不免俗的 也很难灌 甚至更难灌 所以大概标榜可以灌30克 我大概就灌到23克 就觉得很紧 很紧 但是为什么讲到 后座力讲到这个弹匣 因为它就是 蛮大的一个弹匣 所以打起来的后座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 我们就先来打起巴给各位看一下 一样的 它现在不用 不用空上挂机 就打完之后不用再特别做什么动作 但是我觉得我习惯上还是说 在上弹匣的时候还是会把它 先上来 然后射旋钮的话一样是双边的 这跟真枪一样 然后 比较特别是 它有 二连发 二连发 好 我们就开 二连发给各位看一下 为了显现它的一个动作 稍微近一点点 好 再进了 好 请看肩膀这边 好 没了 没了就是空上挂机了 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直接下弹匣 然后像上新的弹匣之后 直接 我是认为说不用再厚 厚定 不用再 给它勾在上面 就直接拉的 这样拉 欸 不行 不好意思 打完之后啊 因为我现在 我上的是空弹匣 还是没办法 直接 回去 其实已经下来了 是上去 下来 下来 我现在没有子弹 还是下不去 但是你可以用的是这一个 让它进去 在没有子弹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是蛮特殊的一个做法 好 那当然现在可以打一发 就因为上躺了 好 清掉 所以它后座力因为整个枪声清之下 你在玩玩具枪的时候 它有它的乐趣 那当然 如果你非常在乎材质的问题 那这把枪是绝对不适合你 那另外的话 特别跟各位说明 就是在 如果你要做夜射的话 它枪口几乎 没办法做处理 它只有它自己的 这个快拆式的消音器 但是它并没有 逆14或逆11的这个罗牙 甚至连前面 感觉是没办法转 因为它是整个 整支外枪管一直做进去的 好 所以你如果要做夜射的话 我就建议各位就 不要买这一把 因为它 呃 几乎没有 呃 他们自己的 的那个改装的品牌 也没有这个东西 好 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好 那我们从枪口一直往下讲 它其实枪口就长这样子之外 我们非常在电影中印象深刻 就是说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造型 就是这地方有这样 好像一个肥肥的要下来 然后再来是 尤其是这个枪托 非常的有特色啦 所以像怪怪他们做的话 也是有这样很多这种造型 这样 好 这枪托 然后你不用怕说这个枪托 它的一个 塑胶强韧性不足 其实这样抓都是可以的 好 都可以 另外在枪托的这个根部的话 它的一个 固定的话 它是一定要用手按 好 按给各位看 他没办法说 你这样子进来 只用甩的那卡 是没办法卡的 一定要用手按 好 那按下去之后 它也没有任何卡的卡榫声音 反正就是这样进去而已 好 那另外的话 它承袭真枪的这个 因为毕竟是Yuma的授权 所以承袭真枪的这个准性罩门 这是我非常 头痛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 准性罩门 准性大概就很很传统 就是这样一个保护的 然后这样 但是它这边是 都不让你调 没有任何可以调的一个机制 好 那都靠后面罩门 那罩门的话 它是有两个 两个方式 一个是 我们常常用的这个手枪式的 手枪式的这种 一个凹字型的 那一个就是圆圈式 而这个圆圈式的这个 罩门呢 它 跟前方的这个圆形的 准性的保护框 并不是重合 反而更大一点点 所以它有点 感觉上是有点 要你在瞄准的时候 你所看到这个罩门 你所看到这个罩门 跟前面的那个准性的护 护工 护什么 就是你稍微变成 旁边有个圈的感觉 有个亮圈 就背景的亮圈的感觉 这样子做 好 那 这个反而在相对 你要在做 瞄准上是非常困扰 或许在快瞄上 是可以快的 但我觉得在精准设计上 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那即使是后面是手枪型 凹字型 你对这样子 它这个也不是说非常密合 也是一根很细的 在凹字型那边很细 旁边空隙非常大 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 如果你要加光瞄是可以 那这个是买的时候 有送 鱼骨有四条 上条 然后再来是 下 左右 这样 那我不装左右 是因为 你会发现说 其实如果你装上去之后啊 第一个是它造型的这种 弧线就不见了 再来是你装上去之后 因为你要握把 所以你要握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装其他东西啦 不是一样的事情嘛 所以你变成 假设你要装鱼骨 你要装枪灯 那你变成一定要装一个锤子握把 不然就是变成 你这样装的鱼骨 也是没有什么意思啦 我这样认为 那讲到这个是额外讲 那当然这边它本身的上面的 这个鱼骨是可以 另外再装光水苗具 另外提醒各位 你在装这个附赠的这个 这几个鱼骨的时候 它螺丝其实在上面这条长条 它是要用短的 要用短的 不然你会锁起来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所以一定要短 那其他的 其他的是侧 侧边下面 都是用长的一个鱼骨 或许你用光水苗具 是有办法改善的 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 两发的特点 那这也是我主要的 会去买它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各位可以知道说 我其实在很多的 呃 一些我们的玩具枪 或真枪 两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啊 就是 反正你连发 你连发 扣轻一点 啪啪啪啪啪 这样也可能做成啊 那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我在 呃 比如说自己在练习啊 我就是特定一些把 我就是只要设 几发几发几发 那 这个对我来讲是 比较好的方式 不要能够统一说 我每个把都耗掉两颗两颗 那到底 命中率怎么样 等等的 好 那另外跟各位提醒的是 它这是UMP-45 那-45的弹匣其实也可以装 它UMP-9的弹匣 那UMP-9的话 它是一个 香蕉型的弯曲的 然后会贵 贵个200块 那我是觉得说 那既然我是买 点45的话 因为点45是给军方 跟警察使用的 那-9比较偏向民间 但是其实在HK 他本身 呃 给民间用的叫做USC 不是叫UMP 就稍微跟各位讲 那目前他这边地方在上弹匣的话 也 比较 我觉得是没有 就比较没有那么 像以前的MP-5那么麻烦 毕竟MP-5它是钢 钢制的 所以这边是钢板 你要插 然后加上它外壳也是做钢的 所以就变得很磨啊 啊现在是整个都塑胶 就变得很好弄 很好进 那有点一点的像MAC-WELL 那加上它本身这支 这个点45用的这个弹匣 就感觉很粗啊 所以你在抓上 抓取上也很好抓 然后 这个这个洞 也蛮大的 哦 这是它的一个 优点 那另外它一个小小的一个彩蛋 就是它有个刻印是刻在这下面 是刻在这下面 这是蛮特殊的 然后再来是它调的Hot Up的话 是从这前面调 哦也是前调 然后你调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觉得你的那个六角 板手是不是拿错 其实不是 是因为它插进去 没有什么感觉 哦 那可能 外外 没有那么合啦 就感觉好像比较松 然后你转的时候 它也没有 啪啪啪啪的声音 好像是无段式的 那无段式的话 我刚刚在做校正的话 哦 我觉得 好像也有优点 虽然你不假的你啪啪啪啪 但是它好像可以慢慢调 然后 你在做这个设计的话 我是觉得 并不会这样的困扰 反而就是 无段 然后 我在做 后面 弹道后面 它到底是 上扬多少 我反而可以慢慢的微调 有这样的一个优点 然后 那还有这边的话 它握 下握把 这个握把的下端 是就直接盖住 不晓得真相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一般我们所看到像 M4 M16 那一般都是空的 空的 在下面 这样子 好 那一样 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是 我们看这些图片 都很多次 知道这个半月形吗 那其实是凹的 不是凸的 是凹下去的 然后 再来 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一个 强化尼龙的一个枪身 所以 你可以看到VFC 好像对它的内构 非常有自信的样子 它里面这个轨道 也一样是 没有说特别用什么金属 什么 就一样是它的强化的尼龙 这样子 一条 一条过去 那以后会不会有造成磨损 我是觉得 嗯 还好 但是我觉得最好看得出 好像它对这个东西 这个一个 一个热 一个热 热骨的热 好像也蛮有信心的 另外 我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地方好像也感觉 是玩具枪场 对于这个 材质很有信心 因为你要这样 要勾 这个地方要勾 要勾 所以 你当在做HK Slab的话 它直接打 是不是有可能 慢慢这个角会磨损掉 我是不知道 那当然我个人习惯上是 我发现这把枪是做HK Slab 是有点困扰 我们先下来 有点困扰 因为它不像MP5是金属那么滑 所以它变成你要这样直接切 是有点困扰的 然后我自己个人习惯上 我是 呃不做HK Slab 我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用 用我的 我的这个拇指 直接下来 会比较快 那也有些 我看一些人建议是怎么做 有这样勾的 有这样拉的 有这样子 还有这样子的 好像这场动作也蛮快的 好像这场动作也蛮快的 可能这个动作我认为会比较好 就是 你是这样 拉 然后手指下 就这边就 在把手上就ready了 或者这样子 这样好像也差不多 这样子 好像这样好像比较快 因为你这个整个掌面去 不管哪个手指是勾到它 好像都靠比较快 好 以上跟各位聊了21分钟 好 各位拜拜 早安 拜拜 拜拜